八大守护神又叫本命佛,是佛教密宗通过天干地支,十二因缘,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五大元素相生,推出了有八位佛和菩萨保佑十二个生肖,故称为本命佛,也叫八大守护神。 佛教密宗本命佛是千年以来人们所供奉的护法善神,能使众生逢凶化极,事业顺利,健康平安,家庭如意。 人的运气本有胜衰之别,人们在面对不可知的命述时,往往显得茫然无助。 一直以来,人们都有南带观音,女带佛的误区,但您可知道,据佛经记载,每个人从先天一生下来,就有位菩萨或佛在守护您,所生之日与有缘之佛结缘,被称为本命佛。 属相不同,本命佛也不同,属相不同性格也不同,性格是决定运势的关键。 本命佛主要是命里面缺少什么补什么,佩戴者能够记财护身保平安,尤其本命年,逢九年时能打通流年关节,疏通流年运势,逢凶化极,离苦得乐。 世间一切的法,都是因缘和合而成,缘聚则生,缘散则灭。 佛菩萨护佑众生,时刻不舍,在生活中,有这样几位佛菩萨,与生肖紧密相连,也许你未必有万贯家财,但一定每天生活在喜悦中,心情顺畅,遇事总能趋及避凶,这就是护佑的意义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佛,众生根气不同,因缘不同,也需以不同方式接引。 守护佛是与十二生肖者愿力最接近,感应力最盛的佛。 守护佛不同,代表的意义也不同。 一,生肖鼠守护佛,牵手观音。 数年出生的人都非常聪明伶俐,志愿颇高。 生肖鼠的守护佛是牵手观音,又称牵手牵眼观世音,牵眼牵臂观世音等,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四大菩萨之一。 牵手观音像,牵手表示大慈悲的无量广大,一,牵眼代表智慧的圆满无碍。 二,生肖牛,虎守护佛,虚空葬菩萨。 属牛的人很诚实,富有包容心,拥有坚强的信念。 属虎的人外表宽容,内心刚强,越挫越勇。 具有赐予财富和欢乐力量的虚空葬菩萨,是牛虎年出生的人的守护佛,是以嫉妒众生为乐的菩萨。 虚空葬菩萨名号,库藏金刚,是佛教八大菩萨之一,他主智慧,功德和财富,据传奇拥有无数宝藏,经常不失。 藏表示无限福德智慧,虚空表广大。 三,生肖兔守护佛,文殊菩萨,属兔的人性格温和,有语言天赋,众有情,颇受人们欢迎。 生肖兔的守护佛为文殊菩萨,文殊菩萨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,其智能,辩才第一,为众菩萨之手,象征佛陀智慧的菩萨,称大智,象征所具无上智慧。 四,生肖龙,蛇守护佛,普贤菩萨,属龙的人智慧,为人亲和,有完美主义心态,可成大业。 属蛇的人才至出众,喜欢交际。 普贤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,象征真理,他以智倒行,以行正治,解行定进,完成求佛者的志愿。 所以又称大行普贤菩萨,是称为十大愿王。 五,生肖马守护佛,大势至菩萨,属马的人,冲进十足,各方面天赋极高,对社会交际极为巧妙。 马年出生的人的守护佛,为大势至菩萨,又称大精进菩萨,观无量寿经载,他以智慧光普照一切,另离三途的无上力,使众生能解脱血光刀兵之灾,免受邪魔所害,给无上之力量,威势自在。 六,生肖羊,猴守护佛,大日如来,属羊的人聪明内向,凡是考虑周到,有进取心,做事慎重可靠。 属猴的人具有才干,有竞争而敏捷的手腕。 大日如来菩萨是他们的守护佛,大日经书记载,如来日光辩照法界,亦能开发众生善根,乃至世间事业,由之成办。 大日是除一切暗辩照宇宙万物,能力养世间一切生物,大日之光为不生不灭。 大日如来,就是辩照世间万物,而无任何阻碍的法体。 众得圆满,世间与初世间的一切有情无情,都能受到恩惠,启动萌生佛心,亦能开发众生善根,乃至世间事业由之成办。 七,生肖羁守护佛,不动尊菩萨,几年出生的人一生诚实,多智慧,孝心深厚,勤奋能干。 不动尊菩萨,即负责任干。 不动尊菩萨是属鸡的人的守护之神,不动尊菩萨即不动冥王,佛教传说中的八大冥王首作,不动,乃至慈悲心坚固,无可撼动。 明者,乃智慧之光明,王者,驾驭一切现象者。 不动冥王显现愤怒相,是侵扰众生之邪魔畏惧而远离。 不动尊菩萨是理性的象征,使众生于修行路上不致动摇善念菩提心。 八,生肖狗,诸守护佛。 阿弥陀佛,狗,诸年出生的人,讲义气,众人情,其性刚直,聪明热情爱奋斗。 这两种属相的守护佛,为阿弥陀佛。 阿弥陀佛,又名无量寿佛,无量光佛,观自在亡佛。 以无尽愿力适度一切众生,不舍悲怨,以无量光明照独行者,业障重罪皆可消减。 据说遇到他大慈光的人,能够避免一切痛苦。 最后,给大家介绍一下守护佛的缘起。 娑婆世界五欲沉染,杂慧不敬,诸佛菩萨不舍众生,因而做种种相, 由严福提,宣说教化,调福众生。 若为仁天调福众生,事不为难,若为畜生调福众生,事乃为难。 法院诸林引大吉经言,严福地外,四方海中,有十二寿,并是菩萨化导。 人道出生,当菩萨助枯,即属此寿护持,得意,故汉帝十二臣依此行也。 其所以分配之意,则杨谷漫路言之言详。 据之,子、银、尘、武、身、虚、巨阳, 故取相主之奇数,以为名的鼠、虎、龙、猴、狗皆五指,而马丹体也。 丑、毛、四、胃、有、害鼠阴, 故取相主之偶数,以为名的牛、羊、鸡、猪皆四爪、兔两爪、舌两舌也。 据佛经记载,该十二寿即是中国的十二生肖, 他们均有相应的一位菩萨化导,护持。 佛教通过天干地支,十二因缘,地水火封空五大元素相生。 十二帝知己属相分别有八位菩萨为守护佛, 也就是说,每个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一位菩萨或佛在守护着, 这就是信众所称的守护佛。 诸佛、菩萨同体大悲,普度众生, 供养任何一尊佛像都有无量功德。 如果有善男性女能有守护佛, 而能亲近佛法,供养诸佛菩萨, 结佛法善缘, 未来世中,此因缘种子成熟时, 必定也会成就无上智慧。 人有分别心,但是佛没有分别心。 其实一尊佛即可以对应所有十二生肖人的。 《法华经》、续品载, 为诸菩萨说大成经, 名无谅意, 敬菩萨法, 佛所护念。 诸佛菩萨护念众生, 就如母亲守护我一般。 对于被守护者, 都会给足无限的耐心, 都以无私为前涉, 这种守护, 如影随形, 不离片刻。 愿你的耐心和慈悲, 被诸佛菩萨看见, 时刻惦念, 得温暖守护。